大家好,歡迎收看攝錄友Andy 旁邊又是阿林 又再次邀請他做我們的評測模特 今天測甚麼呢? Canon 最初比較少副廠鏡 自動鏡就未有 但福仔出了第一支 RF-mount 給他用的手動鏡 就是一支 40mm 1.2 光圈 今天我們就拿他來和阿林拍照 看看效果如何 這個鏡頭就是全片全片鏡頭 完全可以遮蓋Canon U.S 的模範系列的感應器 它的等效是 40mm 如果用到 APS-C 也可以 它的等效大約會變成 60mm 左右 這支 41.2 鏡頭外觀和其他不同的 41.2 鏡頭外觀 就比較大支一點 上面亦都會有對焦環和光圈環 光圈環都是一極極的 鏡頭的比例和機器都不會說頭重尾輕 而對焦環跟之前的其他四手點非常之不同 它是一個像車胎紋的感覺的質感 而鏡頭的鏡頭的鏡頭是 58mm 鏡頭亦會跟進一個金屬的遮光罩 鏡頭的遮光罩是螺旋轉入鏡頭 鏡頭因為是 RF 的原生盤 它會有晶片的 除了可以提供數據 讓機身可以看到 EXIF 的數據之外 亦都可以啟動某些機種的防震 最重要是可以啟動到機身的一個合招提示 稍後詳細一點跟大家說說 鏡頭會有合招提示 現在只要對中焦 它就會有指針變成綠色 還可以選擇不同的眼睛 對焦尤其是手動對焦會方便很多 像這些環境影相 很多時如果用手動鏡 其實我自己是看不清楚對不到中焦 因為它有少少背光 還要那麼殘眼 其實我是看不到的 但有合招提示 第一樣我就會知道對中到 第二樣就是 它可以追著眼睛來做合招提示 還要可以選擇哪隻眼睛 變成像這些環境 我用手動鏡都很容易會中焦 就不怕會失焦 回去才看原來照片本身的構圖很漂亮 但拍不到 鏡頭最近對焦距離是0.3米 我現在對焦到鏡頭很近 雅琳的眼睛 快要對焦距離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最近的對焦距離 今天我們現在就看看鏡頭的抗原光能力 我找了雅琳站在前面 對著光源來做拍攝 大家可以看看效果會如何 komme 在這個位置 我們接著 就是 400g 對比於其他大光圈鏡頭 其實它都算細緻 而用起來好像我這部 Canon EOS R6 II 亦都不會有頭重尾輕 比例很好 例如我平時都很喜歡用一些大概 40-50mm 標準鏡 來拍攝人像的話 就會輕鬆很多 接下來就再試一試 由 1.2 最大光圈 去到 22 光圈 好厲害 好多段數 由 1.2 到 22 光圈 散景變化會如何呢 我們就找阿琳來試一試 看看效果會如何 我們現在看看散景波波的效果如何 因為它就會有 10 片光圈葉 全開光圈 1.2 的情況下 會看到其實它中間都是挺遠的 但如果去到旁邊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橄欖形 而只要把它收一收光圈 去到 1.4 光圈 其實你會看到 它已經開始會起閣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散景是波波圓形的話 第一樣要放中間 第二樣要開轉 1.2 光圈 今天試過 41.2 這一支 第一個印象給我的感受就是 因為它是有晶片 它是原生 RF 孔 用到 Canon 上有合照提示 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無論是可以眼球追焦的合照提示 或者就這樣不開眼球追焦 對著一些物件或風景是無限遠的 它都有合照提示 這個很重要 對於手動鏡 例如背光逆光 經常會拍攝這些照片的人 有這個方便很多 第二樣東西 就是它的銳利度 雖然因為它是點二大光圈 它要銳利度開準 未必說像其他原生 50.2 那些 而它自己的鏡子那麼銳利 但因為我玩這些鏡子 我就是想要它的味道 它有一點微微微微微微的 但我覺得完全可以接受 尤其是拍攝人像的話 另外修一修光圈 它的點四或二光圈 其實開始已經會銳利 而且它就有十片光圈要 應該拍出來的散景 波波都會比較圓一些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它的尺寸 我覺得配合在機身上是很好 不會特別太重太大支 變成有時我蹲下或不同角度拍的時候 會覺得很辛苦 而且它最近的距離我很喜歡 就是0.3 米 變成近很多 我來拍攝一些食物 拍攝一些玩具產品 我都可以近很多 這個我覺得 對於我用40或50的人 對於標準鏡的要求來說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它始終是一支無反鏡頭 變成發難它的優勢 它就可以做得比一些M1鏡 會近很多 總括來說 這支鏡如果你想玩有少許老鏡的感覺 有些味道 有些人像不需要很Sharp 有些軟的效果 但亦有大光圈 亦有合照提示 這支都是一支不錯的選擇 好了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頻道 記得按鈴鐺 就是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 亦都要多多支持阿琳 去她的IG 追蹤 還有甚麼可以看到你 祝我拍多些廣告 拍多些電影 我看見有些廣告都已經有你 可以在地鐵看看有沒有看到它出現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stewardship 適訐